好 主播一名公車的這個乘客 他是說在日前的時候 他在這個公館站的時候 搭乘這一輛907號公車 那他指控說 他在搭乘公車的時候 沒有多久經過的時候 就聞到說公車慢慢的 有飄出這個燒焦的味道 而且再過這個 快要到這個福德隧道的時候 整個公車的速度是相當緩慢 甚至是不到20公里 那現在其實我們畫面中 也可以看到說 將當時整個開車的行徑的畫面 可以看到公車的速度 是相當緩慢 這名乘客他就指控了 這個公車司機不聽勸 堅持要慢慢的 持續的緩慢的行徑 但是遲遲不將 這個公車給停下來 所以他覺得這樣的行為 是相當的危險 不過根據我們的了解 詢問到這個客運的業者 他們是說 其實當下 是有乘客告知 這個公車司機 因為在國道上是趕快下國道 會比較安全 但是一直行駛到這個國道下的時候 剛好就經過這個福德隧道 福德隧道裡頭又有乘客反應說 是不是要將車子停下來 但是公車司機認為說 停在這個隧道裡頭 是相當的危險 所以才會開出這個隧道 那麼之後開出福德隧道 他們有請這個脫掉車來脫掉 甚至還有找車子呢 來這個接應 直接車上的一些乘客 但是他們也說 未來會再加強這個教育司機 跟民眾之間的對答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